赛事海报 196人,参与到此次U1011的总决赛事中,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改革要求,从今年开始中国语协,将全国的青少年赛事改成U系列赛事,2018年全国羽毛球U系列赛事根据年龄设置分别为全国U1011羽毛球比赛总决赛,全国U12-13羽毛球比赛总决赛,全国U14-15羽毛球比赛总决赛, 全国U16-17羽毛球比赛总决赛,全国U16-18羽毛球比赛总决赛,赛事分别会在南京、淮北、无锡、银川、东莞进行不同組别的总决赛,通过该比赛,业余的青少年羽毛球选手,将可通过选拔,登上国家级赛事舞台,甚至进入审核国家级训队,此前,每年国内专业比赛相对较少, 各年零段比赛的比赛名称不同,受到的关注较低,中国羽鞋整合后,现有赛事比人来多,这些比赛为后被人才展露头角提供了机会,对于整个羽毛球培养体系是非常重要的, 中国羽鞋在赛事设置上走出的第一步,给各地方释放出积极的讯号,为明年开始的大调整做了第一层准备, U系列除了全国总决赛,还设有分区赛和省市,三个层级的赛事诸层筛选, 在最底层的省市赛区,比赛,向所有士林运动员敞开,不再局限于专业注册运动员, 从前的专业与非专业参赛门槛不再存在,有助于羽毛球人口的扩大,后被人才的培养, 作为全国青少年赛事中最巨分量的赛事之一,U系列赛事总决赛可谓是高规格,高水准的赛事, 为了让参赛的青少年选手提前体验到专业赛事的赛事及服务,此次中国与协与YONEX强强联手, 打造高水平的赛事氛围,无论是比赛用球还是场地布置,都按照专业赛事的标准精心准备, 除此之外,为了让青少年选手体验到更专业更优质的产品,YONEX为所有参赛选手提供了球件和毛巾, 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都为参赛的小选手们提供了优质的环境,让他们尽情享受羽毛球运动的乐趣, 此次YONEX与中国与协联手,也为了让更多孩子的羽球梦想能够更完整,为孩子们走向职业铸造阶梯, 同时,YONEX也始终致力于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,除了业余赛之外,也努力为中国的专业赛事提供支持和服务, 为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进步发展添专家娃。 YONEX与协联手,也努力为中国的专家, . YONEX与协联手,也努力于梦想中。 YONEX与协联手,也努力再理 Pretty What Just Come O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